好 回到第二節的黑幕 今天我們討論Langmo 很高興是有位嘉賓 股賓 劍銘和石斗倫 劍銘 我知道你之前也訪問過Langmo 原來Langmo 坦白說除了工資 經常都沒有 因為聲稱老闆說有機會 工作機會讓你露面 所以你可以不停露面 但究竟何時開始露得夠 原來可以有錢收呢 這個問題對Langmo來說是很大的考驗 你聽聞Langmo工作時究竟面對實際情況 剛才說去拍雜誌的照片 免費請你去旅行 未必可能有很多的報酬 我訪問過也有的 但金額不方便透露 但最有趣的是 譬如他去日本 很開心去拍 那他的經歷是怎樣的呢 他說其實始終都不可以完全去玩 因為一天拍 可能都拍一天 晚上他會有些自由時間 但他又不可以玩得太晚 因為他都要睡覺 有精神 第二天都還要再拍 他會拍些甚麼呢 譬如他會在食肆上有個麵在他前面 然後好像吃得很開心 那些練好笑容的 即不同的笑法 另一種就是 有一個最深奧的就是他去浸溫泉 當然要浸溫泉 沒錯 但他浸溫泉了很久 因為他要用任何方法把蘋果攬在他空前面 為甚麼有蘋果呢 他去蘋果溫泉 一定是蘋果還是花板的溫泉 他就要把所有飄浮的東西攬在他空前面 然後就會令到他浸了很久 而且拍拍照 即大姿勢那些 都是一些技巧 始終都辛苦去拍 拍眼照其實是 那些很辛苦 就算是見到一些人跳來跳去 有些廣告跳來跳去 其實他旁邊有個彈床 那可能他跳了半天 哦 跳了半天彈床 但就是幾十秒的CM 哦 即那些要 但譬如浸溫泉那些要浸了半天 那怎樣 譬如公司會不會說你怎樣怎樣 即沒有賠償 講開這個我覺得挺驚訝 就是原來是他一個人去的 即他沒有公司 沒有任何人跟他去的 然後他的妝是他自己化 即那些衣服是他自己帶去的 所以其實去到就是他 以及請他的那個雜誌 或者是那個公司 那樣 那我就覺得 哇 你真的十八般無藝 或者是要連怎樣化妝 怎樣打扮自己做些什麼 都是他自己去的 那浸溫泉那個呢 他就有跟我說過 說他浸到一個極限的時候 即譬如可能 那裡是通常 平常人是浸十五分鐘 二十五分鐘已經極限了 那他可以有機會上來休息一下 即是 即是 即是他浸到極限 不知道 那種意知他頂不上 他都可以休息 不過由於他始終都要遷就那些角度 那他在溫泉拍了很久 我知道 因為如果不讓他休息 可能浸到暈了拍不到下一場 不知道為什麼要先休息一下 先休息一下 先休息一下 不是 要找另一個極限來就糟糕 再次強調 被我訪問的極限是說得很正確的 即是他覺得他可以去練習他的技巧 和他可以 是的 而且他真的可以很多東西 抗高溫 抗高溫 他沒有說過 OK 但他不會覺得不開心 我們經常說八十後 不知道 九十後 什麼小女孩 做事又沒有行心 這些 坦白說 他們都很辛苦 他們自己怎麼看這些工作 現在是這樣 我還有一個觀察 我發現他們 給我感覺有點像保險經紀 為什麼 因為他經常都要提醒自己 是很正確的 我在這裡是學習 我在這裡是課活動 學做人 學一下怎樣跟不同的人相處 要見識一下這個世界 他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人 所以雖然 剛才我們說 我真的覺得是一個保險經紀 在我面前不停地說一些 勵志的說話 我不是開玩笑 所以我那個訪問 我是覺得有點心痛 即是 一個這麼年輕的女子 我們外面還有很多的污名 即是說 他們是靠對球賺食 靠事業線 但是 實在太overlook 他背後有花的那些辛酸 和力氣 即譬如他去這些casting 其實根本是 機會是很微的 可能他見一百個女子 只是聘請一個人 所以他在一個 這麼大的壓力 和這麼大的競爭下 他只可以免累自己 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人 我每一次機會都要珍惜 就算去完那個casting 沒有我份 我都要多謝他 因為 我因為這個casting的經驗 我又會學多了東西 其實 如果說他們很新鮮 最簡單 即是站在街上那些 他們夏天就很少衣服 但那些衣服是膠的 膠 你有沒有試過做膠 在一個35 不是說出汗這麼濕嗎 沒錯 對 很突然熱死 還有 早前 某某商場 即是他剛剛開 那時候 他找些人會扮樹 扮熱 也會熱死 雖然裡面 雖然外面有冷氣 但那個東西裡面沒有空橋 這樣就很熱 但其實是一個美女來遊 即是會這樣 然後 為何要找一個美女扮樹 任何我都能扮樹 這個是那個公司的問題 我和力士哥這樣做 我知道他有間公司介紹他 另外 冬天 冬天會穿很少衣服 我記得有個 NEMO他就說 沒錯 即是說 農友除了博物影相 如果可以問一下他 可能他也會很窩心 因為有一個 NEMO他也說 晚上 即是 冬天 冬天才穿很少衣服 試過有一個 師奶走過來 就說 你穿那麼少 冬不冬 然後他就覺得很窩心 要求很廢 我也記得有一次 在某雜誌上面 就看到一張照片 但那個雜誌已經很適合 寫過 最賣力的照片 即是說 這個最賣力的照片 是獻給那些嬰兒 那張照片是什麼 那張照片 那張照片是一張冬天影的照片 如果你只看那些嬰兒 你以為是夏天 那是穿比堅 然後 每個人很開心 很寬容 我就笑 然後前面坐了一個人 那是誰 那是謝賢 那謝賢是怎樣 謝賢是穿了一件很厚的大腿 圍了兩三圈的頸巾 然後 這樣 縮一下 在那裡笑 那後面就是 夏天前面就是嚴寒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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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就是 即是我看到 哇大哥你這麼薄 真是為 即是 即是為了什麼 有什麼回報呢 我呢 我呢 有問過 即是那個 我訪問他 即是 你是不是想著之後 會入這一行呢 那他說 其實都不敢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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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如果 即是 即是 認識多些人 學多些技巧 那可能我學力不高 但 將來都會 容易些找到一份工作 那我就問他 你想做什麼工作呢 他這樣 他就跟我講 想做空中小姐 即是 如果有一個 這樣的 ahí 他會容易地做空姐 即是這樣 大家也好想認識 空姐不是這樣 即是 不需要先分 不需要這些事情 我認識有一些大學同學 都做了空姐 坦白說我都覺得 原來這樣就做了空姐了 肯定不是她講到這麼辛苦 又要一腳踢化妝 又要戴幾套衣服 又要抗高溫 又要抗炎寒 什麼都可以 我想空姐不需要 但是我訪問那個學歷低 她真的連那個遙距 課程的大學名 我都記不到 所以她知道她的競爭力 其實不是很高 而我們社會可能現在 做空姐都要大學畢業 她這個LAMO的課外活動經驗 不可以幫她 可能跑贏一些大學生 將來可能真的會做到空姐 我敢理解 我想其實LAMO都是 某一種經濟現象下的活動 想想如果她們不是覺得自己這麼沒有機會 沒什麼可能做到別的事情 那為什麼她要這麼拼去做這件事 還有她最後拼那件事 又不是一個很出奇的 就是空中小姐 我認識很多人 現在每年都請幾千人 每年都請千多人不出奇 因為我淘汰都很快 但是如果她們覺得在社會上有別的機會 可能她們不會這麼拼命 還有同一件事很搞笑的 就是你剛才所說 他們似乎都是 其實很符合我們現在香港人那種上進 進取 或者是我們整個社會對於打工的要求 就是她 到一旁來講 她是另一個經常被人罵的所謂 什麼 扎藍 或者是 廢青 的另一個極端 就是她 其實她 是瘋狂的 別這樣 她是充滿熱誠的 希望增值自己 然後進入 一個比較好的工作機會 所以才會這樣做 其實她是在順從很多社會對於年輕人的要求和價值 所以她才會這樣做 其實如果看回剛才有劉明說 她會覺得前面的Nemo好像是一個古典的經濟 其實這也是一個特點 即是說她上進等等 她有一些價值 其實不像一個銷售 銷售當然是她希望有一天她會成為金牌銷售 都是這樣 但是其實她的性質也一樣 就是她很自由 很多Nemo都會說她很自由 因為事實上你找不到哪一份工 是自由到這樣 你不要接了一個job 你不要接就少些錢 就是這麼簡單 就少些錢 但是接著你是可以沒有試 你不接就不接 很多東西都未必是強制 特別是freelance 如果她不做這些 可能是做sales 在一間時裝店做sales 這樣站一天 更辛苦的 走去接動漫的裝 每天都這樣站 還要瘦上面的掃把器 如果這樣相對去選擇的時候 這真的不是很多工種 好像她這麼freelance 這個都符合我記得有些對傳統化的討論 其實就是說 現在傳統化有一個走向就是 我們用自由 我們用不穩定 但我們換到自由 但可能那個待遇 就未必那麼好 有時候很不穩定 但是我記得有些作為朋友說 其實這個exactly就是 她假裝是有個自由 因為對方轉來問 那你可不可以接 即是說 你可以 你當然可以 但是背後有一個前提 就是你要穩直 即是你也要生活 總之 在一個這樣的自由的背後 就有一個所謂穩直的原因 令她一定要 即是坦白說 你講到尾 你不可以單單job都不接 總要接一點 如果你每一單job 其實都是她說的那些 要是你內寒 要是擺熱 要是你不知怎樣 就是有很多事情 而最後她的自由 就是什麼呢 她的自由就是在很多不同的工作 裡面選一些人做 那她的 即是如果我們說就說去 真的說得那麼慘的話 那她的自由就是 在好慘來沒那麼慘之間 做一些平衡 就是盡量做到這樣 而且其實她 如果你說在一個風險社會 那其實很多時候 那些人是怎樣 是會突然之間 可能爆了出來 那你可以是賺錢很多那個 那其實 這個Nemo也是一個特點 她就所謂 我要爭取機會 什麼是機會 機會的意思就是 你不知道會不會 就是這次你會爆我 這個叫做機會 即是機會 即是機會其實就是一樣 其實它沒有東西的 裡面 它沒有promise 但是 你又覺得好像 你錯失了 其實如果你去做的時候 可能這次就改變了你整個人生 真的很有趣 那個想法 我聽下去 其實我都好像賣藍彩 即是你不買 你不買 你永遠都不會中 這樣 所以我每期都買 這樣 但是 每次都說不定 你中 但是她又會駁回來 那你不買 一定不買 一定不中 再到現在去買 那個Nemo的感覺就是 其實她這麼辛苦 這麼努力 就是每一次都去買 駁那條彩 但是駁到就不知道 但是很奇怪 這個關係是否對等 沒有人可以告訴你 即是落彩都可能做得好 落彩都可能做得好 即是落彩你知道 它的可能性是多少 不知道幾億分之一 那你覺得不要緊 我覺得很薄 但是Nemo就很奇怪 即是她好像是有一種 即她總是覺得 機會是留給她有準備 於是她就很努力地去準備 但是 模型中 譬如你剛才所說 所謂什麼叫機會 機會就是包括 現在Cover Girl 有得來拍 那不用錢 是不是 有一個機會 那譬如你去日本 哇 大哥去整個禮拜日本 或者去兩三個日本 哇 多開心 這些是有機會 但是最後都是沒有錢收 全部都是 那就好像是買落彩一樣 大家就是 用這件事去引他們 繼續去買這條彩票 不過經濟裏面 也有很多人 就manipulate這個 這樣的 expectation 是 或者下一節回來 我們可以再講 其實Nemo除了 剛才那些工作機會 之外 有些人很有興趣 除了這些工作機會 有沒有別的工作機會 譬如認識別人 會認識到什麼人 會不會有機會 跟別人一起吃飯 下一節回來 可能可以了解 Nemo的別的機會